大家好,我是小安 今天用鸡蛋给家人做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 做法非常简单 出锅以后营养非常丰富,特别好吃 好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小把葱,给它对半切开 然后改刀切成葱花 切的时候尽量切得小一点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往里面加一勺生抽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依次打入四颗鸡蛋 加入一点清水 蒸出来的鸡蛋口感会更加的嫩滑好吃 像这样就可以了 蒸锅中提前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把鸡蛋放上去 然后在上面扣上一个盘子 这样可以防止使蒸气滴落 再盖上锅盖,用大火蒸八分钟 蒸鸡蛋的时间我们再来切半根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切成片 再切成小条 最后切成小条 最后切成小条 像这样就可以了 常吃胡萝卜可以补充大量的维生素 而且还能保护视力 平时一定要多给孩子吃一些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根火腿肠 先给它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火腿肠的大小可以随意切 切好之后和胡萝卜放在一起备用 再准备一点虾皮 加上一点虾皮 做出来以后口感会更加的鲜 接下来再切几片生姜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小碗中加入一勺淀粉 然后少倒一点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搅拌至淀粉融化 最后调成这样的淀粉水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这会儿鸡蛋已经蒸好了 先把上面的盘子拿下来 再把鸡蛋拿出来稍微放凉 先放一旁备用 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把姜片下入锅中 用小火慢慢地煎 把生姜的味道煎出来 煎至三分钟左右 我们把姜片捞出来不样 因为大多数孩子都不喜欢吃生姜 煎好以后把它捞出来不会影响口感 接着把胡萝卜和火腿肠 还有虾皮倒入锅中进行翻炒 开大火翻炒两分钟左右 然后加入一点生姜 再加入一点盐 继续翻炒一分钟 让它们充分地入味 一分钟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不需要太多 差不多一百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等到水煮开以后 往里面加入一点点老抽调色 老抽不需要加太多 一点就够了 然后在水开的地方把淀粉水倒入锅中 加进去以后先不用紧 盡片冷击黄霜 黑糖 咖啡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